歡迎收看小白癮公伴吧 我們今天來到大理啦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身後的這座廟 在Google評論上面 可是有4.7顆星 突出非常非常的靈驗 到底有多厲害 現在就對著大家 一起去看看囉 在清朝時期 曾是商傳往返 貿易蓬勃的繁華城市 位在大理老爹的七江君廟 是在地的信仰中心 祭拜著六位青君 與一隻神犬 聽說很多人來這些廟 都是要 以前我們這個大理藝 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地方 農作物怕去讓原住民 出草出來唱 所以冰子要處理順路 要處理哪個編制 六個冰配一隻狗 道光和鹹峰那些民間 這六個冰跟一隻狗 堵到大量的原住民出來 江峰發生衝突後 這六個冰就叫原住民 台四庭 補起到條庭 弘地給他們弘作大清的 忠誠義士 所以有七江君廟 因為這隻狗 他的秀節很靈敏 所以 我們找東西很厚 以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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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用寫的 廟裡還特別設立了餘願亭 讓信眾們可以寫下願望 希望齊將軍可以保佑我 台中購物節活動可以中大獎 當然首先還是要先下載 台中通緝購物節APP 登錄發票接收制 就有機會可以抽到房子車子喔 來到齊將軍廟 除了許願尋找失誤之外 也讓我們好好欣賞廟裡的 建築細節 這裡可是有很多大師級的 藝術作品喔 像我們後面這個 都是名家作品 還站在屋頂上 一對龍 就是鑽燒 台灣的兩堆 這堆在六港的文化書院 我們這裡是第一堆 這是我們大理中心商圈的公仔 叫做翼仔 翼仔的造型是由 綁船的木樁的造型 上面就是綁繩的部分的樣子 那翼仔代表的是 新的起來 就代表新盛的意思 讓我們大理一起新盛起來 現在台中市購物節活動 歡迎大家來大理中心商圈玩 來到大理中心商圈 跟著主委的推薦就對了 大家看這麼大一個飯枕 我要請老闆直接幫我親一半 我今天全是照燒口味的 這家海苔飯枕 是在地人大推的隱藏美食 老闆選用霧峰香米 煮上現點現做的主食 以及自家調製的配料 超大份量的滿足感 是學生跟上班族的最愛 搭配上熱熱的飯跟鹹香 然後再有一點麻油香 海苔真的很幸福耶 早上六點就開始等入門 一大早就可以吃到 這麼餡料滿滿的飯糰 一起充滿元氣的一天喔 如果早餐選擇了海苔飯卷 那午餐可以來一口豬排蛋包飯 再來看看我眼前的這個 豬排蛋包飯 它這個豬排比臉還要大耶 它這個炒飯非常非常香 重點是它的米粒 就是有炒飯最重要的 一定要有粒粒分明的感覺 跟滿滿的醬油的獲起香 再加上我們煎的半熟熟度 剛剛好的蛋包 吃在一起還可以感受到 一點蛋包的汁液 跟淡淡的香氣 真的很棒耶 吃過了正餐 如果想來一點甜點 這家蛋包飯的隔壁 就是一家豆花冰品店 同樣也是在地人推薦的好味道喔 吃豆花啦 這一口豆花下去 滿滿的真材實料 而且也是綜合豆花 裡面可以看到綠豆 紅豆還有鳳梨 有不同的口味可以做選擇 滿滿的豆香氣 吃了心情都會很好耶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老闆說心情不好 就移吃豆花 這邊不只可以吃到最紮實的豆花之外 也可以感受到大理的人情味喔 在豆花店旁邊還有一家在地人 也都很推薦傳出古法的羊桃汁喔 老闆娘您好 我想要一杯羊桃汁 好 這家標榜著古早味的羊桃汁 是採用古法醃製的鹹羊桃汁 鹹甜回甘的口感 是屬於大人的懷舊味道 而且這邊不只有冰的也有熱的 等於冬天喝可以潤喉 夏天喝可以感受到清爽解渴的感覺 帶著一杯飲料再繼續玩下去剛剛好 大理中心上身的眼鏡行特別多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有沒有聽過 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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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文人雅士多 那麼到了近代呢 大家就更需要配眼鏡啦 不過我現在雖然來到這間漂亮的眼鏡行 但是大家看 為什麼配眼鏡沒有小車車都可以玩呢 這家有著小車車跟兒團遊戲區的眼鏡行 最特別的是他們有兒童專屬的 兒童視力管理中心 讓有視力困擾的小朋友 也可以收到最完善的照顧 大家看 超級可愛 這邊還有兒童專用的眼鏡 王小姐 我想問 為什麼會特別設立這樣一個 是兒童的專用的事物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小朋友還滿多的 所以設計一個專門他們的空間 這樣讓他們在配件的時候 會比較安心跟舒服 那像我現在手上拿這種兒童眼鏡跟大人 的差別在哪裡啊 兒童眼鏡的話 它主要是要注意它 鏡框的穩定性 所以像是這一支坦的特別 它的腳是可以完全180度張開的 我剛剛很不敢拉 我身泡把它拉壞 你知道嗎 那就是針對說 有些好動活潑的小朋友 怕他們會去拉扯眼鏡 造成眼鏡壞掉歪掉 而且是不是聽說 因為小朋友頁部發育 還沒有完全成熟 所以是不是在設計上 也會有一些不同 沒錯 設計上面的話 主要是因為小朋友他們頭型比較小 所以我們會幫他特別找 可以調整這個近角長度的 這樣子眼睛才可以 穩穩地勾在耳朵上面 那另外的話 還有像是鼻垫的地方 因為小朋友鼻子比較扁 所以要針對鼻型 這個有分尺寸可以去做選擇 讓它可以更穩固 不管是大朋友還是小朋友 都要好好愛護眼睛喔 所以選擇一次適合自己的眼鏡 真的很重要 一年一度的台中購物節已經開跑了 快點下載台中通緝 及購物節APP 登錄消費票跟收據 都有中獎機會喔 天天抽三千 週週抽十萬 隔週抽好車 六月抽百萬 還有豪宅站著你 年末來台中購物節消費就對了 我們現在在大理的德方路 寬敞的大道逛起來非常的舒服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邊進駐了很多的大型餐廳 剛剛主委就有提到 這裡就會成為未來大理的公益路喔 德方南路是大理的重要道路之一 連結台中市南區 是台中生活圈三號道路的一部分 近年有許多大型美食餐廳進駐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大型餐飲金餐旗下的台菜品牌餐廳 店內主打的是復古的台式伴桌和菜 這道菜是用火龍果醬 新鮮火龍果醬搭配上 火龍果醬 對 我第一次聽到火龍果醬 跟豬血糕的搭配耶 對 因為我們其實 一開始在發想的時候呢 主廚有講說 我們做一個比較年輕的一個做法 然後剛好韓團 就覺得這樣結合 其實滿有趣味性的 我覺得很搭耶 我沒有想到火龍果醬跟豬血糕 搭在一起 一點違和感都沒有 而且因為加了一點蒜 就會有點辣嗆辣感 讓火龍果醬吃起來有點像是 辣味美乃滋的感覺 沒錯 很好吃耶 這是我們的香酥豬腳 它是豬腳 對 它是用豬腳起鍋炸完之後呢 馬上淋上我們的主廚特調醬汁 香味非常的濃郁 真的很香 它就是遠遠的在廚房 就會聞到它的香氣了 而且它炸的差到好處的是 雖然淋了醬 但因為經過炸的程序 讓皮它還是脆的 對 沒錯 而且過脂脆還有Q 就是膠原蛋白的麻糬感 在這裡 好好吃喔 那麼再來這一道呢 就是我最喜歡的蒼蠅頭 可是這邊用了一個很有趣的做法耶 旁邊這個是什麼啊 這是我們的炸饅頭 對 直接放到裡面去 因為這個打破台灣人的一個 蒼蠅頭的吃法 然後會先吃到 第一口會吃到 饅頭的酥脆的感覺 蒼蠅頭搭配酥炸饅頭很棒 因為酥炸饅頭 其實就有點像是銀絲捲的概念 對… 可是因為它其實 饅頭厚薄度剛好 剛剛好 反而有吃到一股奶香跟酥脆感 對 跟蒼蠅頭的鹹香 搭在一起鹹甜鹹甜的 很像是一個 小甜點小點心風格 我覺得這裡好像真的是 把很多的台菜丸 轉出了一個心窗 對 沒錯沒錯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身上的布 好多不同的色彩 很漂亮耶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呢 是台中的鮮維博物館 也是全台灣唯一的一座鮮維博物館 來到這裡呢 我們可以探索鮮維的奧秘之外 還可以感受色彩的魅力喔 台中市鮮維工藝博物館 是全國第一座以鮮維為主題的 專業服務館 以鮮維 時尚 綠工藝為 立館宗旨 期望程序傳統鮮維工藝 融合創新實驗藝術 發揚鮮維文化之美 這次參觀時 剛好遇到館內的福爾摩紗的熔岩 台灣經典白色大展 這個年度展覽是以顏色作為主題 介紹了天然染色的原理及方式 還有顏色如何 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策展人陳錦玲老師 常年專注天然染機吧 首度與科學分析 精選100種台灣的日常色彩 這個紅叫胭脂紅 那胭脂紅是從胭脂蟲 仙人咋上面的寄生蟲 身上的色彩 還有另外一種叫做紫膠蟲 古代的化妝品的主要的顏料 差不多八十九十年前 台灣的天然染色的工藝 就已經完全斷絕了 那之後都是化學染料 那我們在三十多年前 就開始醞釀去找尋台灣的色彩 我們選了台灣經典色100個顏色 把色名在地化 比如說西瓜紅 南瓜的橙色 香蕉黃 所有的色名 我們一講大家都懂 以後再推展 人們要應用才方便 那我好奇老師 最喜歡的顏色是什麼 我最喜歡的顏色其實是紫色 它的染色的難度最大 它必須要先把藍色染到一個 恰當的程度 再加上胭脂色 把胭脂紅跟藍色加在一起 才能夠得到紫色 另外為了鼓勵各種纖維材質的開發 及設計應用 纖維工藝博物館 每年都舉辦了 纖維創作獎 珍選作品的競賽 今年已經是第七屆了 在我旁邊的作品 是來自我們原住民的藝術家 他把台灣的構塑 悄悄打打成為它出來的纖維之後 做成一個這麼這麼漂亮 完全創新構塑感的概念的燈飾 再來我們看到這一區的展品 大家可以想像嗎 這竟然是我們平常吃的角白筍 它是角白筍的殼面 現在抽絲之後 就可以變成各式各樣的編織物 纖維工藝博物館也邀請各方名師 開設學習課程 包括竹邊藤邊 藍染織布 神潔繡畫等等 讓纖維工藝的傳承 能夠真正落實在我們的生活中 每次來到台中都能有新體驗 有吃 有逛 有拍 還有能吸收新製的博物館 今天真的是滿載而歸 下次還有什麼會等著我呢 我已經開始期待了 台中購物節已經開跑了 不要忘記下載台中通緝購物節APP 登錄發票及收據都有中獎機會 天天抽3000 週週抽10萬 各種抽好車 月月抽百萬 還有豪宅等著你 綿木採購來台中就對了 下班公布吧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